真的很緊張 準備要奪標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那個標手已經整個人往前爬得好 真的很緊張 奪標手算準時機全身往前傾 因為秒差很可能不到一秒 順敗就在這一場 全場關賽者都熱血沸騰 那個奪標手都是用最標準的姿勢 也有人說 整個半身的人都在那個龍頭外面的 然後準備要去奪那個標 那當然是最刺激的 對 其實在那個奪標的那個心理強度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高 陸港國際龍頭賽今年有118隊報名 社會混合組競爭最激烈有35組隊 水里雙公在兩輪比賽都拿下第一名 報回最高獎金25萬元 恭喜我們水里雙公男子隊 得了社會公開組的第一名 至於國中混合組 則由嘉義民窮國中 擊敗彰化多所學校 民窮國中把我們的總冠軍也抱走了 我們社頭國中是分為藍白兩隊 他們如果抽在一起搞不好就冠軍了 搞不好齁 機關組比賽由彰化縣消防局拿下第一名 彰化縣長王惠美親自頒獎 一起拍照留念 好 我們的防戰英雄站不站 好 陸港青端陽國際龍舟賽 入夜後水道上龍舟五顏六色 燈光超炫目 就算在晚上繽紛璀璨 觀眾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主辦單位研判 單日就超過五萬人次湧入 三天賽事圓滿落幕 大家相約 明年再見 明日新聞 黃倫蔡瑞妍 彰化報導